这个多余的人 我共有一个少奶奶的名号有什么用啊 你听我说 我不会离开你 我会离开 木兰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伤心和难过 可你想一想我们两家的老人好不好 爹娘一直都想要抱孙子 你把曹丽华和孩子接回来 他们只要看到孩子就是你都好 我爹娘那边我自己去说 我现在别让个时候 都能够理解你当初的隐忍了 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但是我也为人子 你明白吗木兰 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孩子伤了两家人 爹娘他们的年龄也都大 丽华眼看着要临着 如果这个时候闹腾开 后果真的不肯设想 他说是不是 你们家的银瓶就是最好的女子 我知道我对你造成的伤害 这辈子都无法弥厉 我不求你原谅 只求你对我们的亲人 还有这个孩子再宽容一次 我用我的生命发誓 等丽华她 生下这孩子我就送他们走了 我 我求你 我求你 我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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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懒 睡着了 我来吧 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不用了 对了 今天你去客房睡吧 她晚上要齐夜好几次呢 我怕你睡不好 不 我哪儿也不去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 我说过 我们一家人一刻也不分开 绿华说得对 阿通能有你这个母亲 是她的福分的 你也会不会的 你还要想 你还要做 你还要做 我会想做 你还要做 你还要做 我还要做 你还要做 我还要做 你还要做 你还要做 我都是这么内疚的样子 事情已然是这样 我们一家人就应该开开心心的 不是吗 还有 关于丽华 我希望在阿通长大成人之前 不要再提起 毕竟我现在是她的母亲了 我想要给她一个干净的绅士 我不希望她在别人的嫌疑岁雨中长大 好吗 好 我答应 看她可爱的样子 娘知道 你因为木兰去找孔立夫的事情 心里过不去 我能理解 可是你们的日子还得过呀 你就原谅木兰吧 对不起娘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太太 三少爷 太太 三少爷 我求求你们劝劝三少奶奶吧 她到现在 一直在给老太太磕头 这可怎么行啊 欣雅 你赶紧去劝劝 劝劝木兰 奶奶已经去世了 她不能再倒下了 好 你让我的劝儿休息 大小姐 你让我让你做的好事 你让我做的好事 这个事情 没有 你让我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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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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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 锦儿 快去叫大夫 好 木兰 木兰 新雅 你不用着急 大夫说了 木兰就是心意焦脆 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他永远这么拒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 你也是的 明明心里头疼木兰 又何必相互折磨呢 有 我们来吧 火 快点 还好 你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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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话了 瞧着你醒了 娘就放心了 木兰啊 你的心思和孝道 我们都看在眼里 别太难为自己了 欣雅 好好照顾着木兰啊 你额头受伤了 需要冰封 等一下 我来吧 你别动 欣雅 我都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你原谅我 别说话 你闭上眼睛睡觉 后来 大少奶奶身上的余伤是 让你瞧病了 谁让你瞧这个了 赶紧把袖子给我撸上 这是我自己摔的 大少奶奶 那以后要剁驾当心了 大夫 我儿媳妇没别的毛病吧 大少奶奶其实没别的毛病 你看我说她没病吗 老公我这儿装死 牛大少爷 话可不能这么说 大少奶奶虽然没有别的毛病 她这样啊 是因为害喜了 害什么 就是有了 你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爹了 我要当爹了 你要当奶奶了 好 姐夫 你就是说破厅 我也不能去自首 更不可能给孔立夫赔钱赔不是 你自己惹的祸 那你自己又不单着 你说怎么办 曾经雅 在家你怎么答应我的 我们现在就在解决问题啊 怎么样也要把两边的伤害 都降到最低吧 两边 曾经雅 这一边就是我们牛家 不是 是我说 曾经雅我早就看出来了 怎么 你是个怂人干不了硬事 我明着告诉你 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去自头罗网 是 大夫谢谢您啊 不客气 牛伯送客 怎么样 哥 我大嫂没出事吧 什么没出事 出大事了 啊 我要当爹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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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哥 牛家列祖列宗保佑 牛家有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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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哥 听见没有 别说你能不能平事儿 你连生个小孩的本事都没有啊 爸 一码归一码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那你要我怎么说话呢 你跟素云结婚多长时间了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把素云嫁给你 是希望你能成为顶梁柱 感情你是外强中竿的 老爷 大不了 让素云修了他呀 不行 你还是男人嘛 你能不能让我再娘家有点面啊 金雅你要搞清楚 风水轮流转 现在可不是我们老牛家仰仗你们曾家 而是你们曾家仰仗着我 要是这点小事你处理不了 我去找你爸 找汪委员 别别别 我 别别别别